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刘女士你好 请问你遇到了什么困惑有什么诉求 你好 刘女士 就是我已经有八个多月没有见到我的两个女儿了 就是去年七月底的时候 我跟我的前夫因为感情不合在法院调解尼的婚 十月份的时候 他趁着看孩子的这个探视的时候 然后跟他的父母领音外合就把孩子直接抢走了 这个是当时从那个楼梯上上来 那他就抱着 他抱着小女儿走了以后都没有管我的大女儿 看到吗 这个小朋友从这里冲过来 这是你的大女儿吗 他抢着小孩的时候你在干嘛 我在那个楼下面 他爸爸妈妈拦着我的 他们一家人抢了 对 其实刘女士是一位典型的子私带妈妈 子私带妈妈指的是一群长妻 见不到自己的孩子 数量庞大又声音微弱的这样一个群体 按照刘女士的说法 她已经快九个月没有见到自己的小孩 找到我的时候其实她已经很无助了 我以为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案件 但当我看完民事调解书 我发现这个案件很复杂 自愿达成如下协议 大女儿李XX的抚养权及监护权 归被告李XX随李XX共同生活 婚生未成年子女小女儿的抚养权 积监护权也归被告李XX随你共同生活 以承担抚养费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她把这个小孩抢回去 你从法律上来讲 她这是接回去 但是她这里写了 她是小女儿是随我共同生活 所以当时我们就是因为 这个矛盾点就在这里 因为在抚养权 法律上只有抚养权跟监护权 生活权这个我还是头一次听说 所以你这个案件从这个点来看的话 有很大的难度 这份调解协议 对你很不利 你当时几乎是精神出户的状态 你达成了这份调解协议 然后你还把抚养权又给到了李XX 当时为什么要请这份协议 聊这个离婚的问题 然后她看我 就是一直调解两个人你要不成吗 她就想让我精神出步 然后就对我实行了 帮你 她自己一百五六十的筋的 然后这样子压我 把我压到床上 然后她捂住我的鼻子和嘴巴 然后还掐着我的脖子 我整个人其实都不是不能呼吸的 然后我说你不要这样子对我 我说你要怎么样我得答应你 就是说要不离婚啊什么的 我说我得答应你 你要孩子我也答应你 你要我精神出户我得答应你 我说你不要这样对我 刘女士的诉求是变更抚养权 并且她在找到我之前 已经向法院提起诉讼 开庭在即 在司法实践中变更抚养权的案件 其实是挺难打的 但是在这个案件中有一点是可以明确的 就是刘女士的前夫 她违反了民事调解书所确定的义务 她抢走了本应该和刘女士 共同生活的小女儿 这里我有一点很好奇 男方为什么要抢走小孩 她真正的目的是什么 所以这个案件虽然很难打 但我觉得这个案件的本质是 民意抚养权与实际抚养权相分离的案件 而且这种案件在实践中很罕见 于是我决定挑战一下 帮助到这位妈妈 女儿子恐怕跟着妈妈更健康一点 使用健康竞装订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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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тесь 发 ệc想和订阅 订阅 打滚 大家ؤ Cav что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